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我是冰的 不知道玩什么游戏吗?下班生活工作乏了吗? 那就来看个漫画吧 这边推荐几部轻松向的韩国战斗类作品 但因为其实能推荐的太多了 太多怕各位吃不完 未来有机会再推荐其他作品 如果有你认为很不错 但我却没介绍到的作品也欢迎留言推荐 那就开始吧 奈米魔神 主角在某次被追杀的途中 遇到来自未来子孙的出手相助 身体被注入了高科技AI 从事武侠与高科技将横扫江湖 漫画中AI的设定很像转身史莱姆的大选者 能各种学习技能与辅助主角开挂 虽然吐槽的能力也没有大选者的好笑 这部除了战斗 还有斗志跟极为量的爱情人数在里面 而番茄匠更是不用钱的喷 虽然中期主角变强的转折有点太快 但目前看下来还是不错的作品 重生不良小教主 原本前世为正派高手 在一次被人毒害身亡后 醒来却变成了魔教的小教主 还误打误撞学了魔教上层武功 之后便开始各种试图扭转魔教形象的作为 这种异正异邪的设定非常有趣 何为正何为邪并不在自己的身份 而是在所作所为 战斗部分的战比不算太多 反倒是更多琢磨在剧情的部分 文本量会稍微多一点 整体节奏较慢 被塔诅咒的猎人 有天世界突然出现各种的怪物 跟名为教学塔的副本 被随今把人传送到其中 如果能通过挑战将获得能力 并且成为受人景仰的猎人 但主角却因为陷入各种bug 每次通宽后又重回到起点 如此反复12年以后终于脱离系统 正让他以为可以回归平凡生活的时候 却有更大的阴谋蠢蠢欲动 是非常单纯的龙奥天作品 但凡你只要给主角一双拖鞋 就没有他打不你的对手 虽然也有剧情主线 但并不会太复杂 是不需要思考也能看得很开心的作品 剑尊归来 原本前是为武功盖世的剑尊 在与天魔的最终决斗中死去 不过醒来后却发现转世到百年之后 而当年门派的荣耀早已不在 是又为了振兴门派 各种想听办法的督促同盟 这部真的是要战斗有战斗 要笑点有笑点 主角震惊又无厘头的行为让人非常愉悦 画风也很讨喜 强烈推荐给各位 全知读者视角 这部高人气作品应该很多人看过 讲述只有主角知道结局的小说世界 有天却突然在现实重现 而他将以忠实读者的身份 重现心目中的happy ending 这部在剧情、斗志、战斗的分量都很多 登场人物也是一个接一个没在客气的 如果没认真看的话可能会搞混 而未来也将翻拍成真人电影 只希望不会是个悲剧 死神少年 主角为了获得一顾亲人的线索 用寿命跟美女死神定下了契约 而同时也获得使用亡魂的力量 却也开始卷入与黑暗组织的纷争之中 其中会有很多历史武将跟名人 并使用不同特色的战斗风格 故事节奏很不错 某些章节还会播放BGM 沉浸感直接拉满 虽然目前第一部已完结 但量大管保 请放心追 满集新手 主角花了11年用尽各种手段跟技巧 将一款被称为难以公布的份Game破台 结果隔天 游戏动的世界却在现实中上演 于是主角开始他的荣傲天之旅 看主角如何各种偷鸡取巧 把BOSS耍得团团转 狂魔重生技 前世的狂魔在经历一场争斗后 因缘继绘重回到自己年轻时期 从此开始逆转过去 重创未来 主角的嘴炮功力非常了得 存战部分比战斗本身更有趣 表现得比反派更坏更绝 但某方面他就想做个好人 这种我行我素的态度 我非常的尬意 封顶极限战 主角在一次怪物入侵的事件中 被系统的觉醒计划选中 强制在精神时光物中 跟怪物不停的战斗 在经历了3000年后 打破系统逃出 成为所谓的玩家 而现实在这10年中 仍继续发生怪物恒生的现象 而主角为了母亲 决定走上终结这异象的道路 射部真的是触不及防就给你发刀 虽然也是龙傲天 但打斗的部分描写不短 并不会太快就结束战斗 最后片尾我就留给这部经典 我独自升级 最弱的主角在一次副本攻略中 意外获得来自系统的特殊能力 从此开启他的开挂之旅 虽然一路成长的过程 大部分都是在碾压对手 但还是可以看得非常的过瘾 那一句 站起来真的是帅 而由于该部的高人气 也推动其动画化 将由日本的A1P2负责 这间公司的品质也肯定是没问题的 就期待明年上架了 虽然不幸的是作画Dubu 在日前阴脑出血 而不幸先转生到异世界了 无法见证动画诞生之日 但愿他在异世界也能活得逍遥自在 也希望各位观众保重身体 注意安全 有朝一日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冰的 我们下次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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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